你能想象小baby在水中像大人一样自由自在地游泳着吗 其实啊婴儿水中课程在国外早已盛行已久 而近年来呢国内的业者打造了一个这样专业的空间 而且提供了婴儿拥有的课程 可以让小朋友学习水中的技能 又可以培养亲子间的感情哦 宝贝自在地享受水中拥有的乐趣 爸爸妈妈也开心地陪伴在身旁 共度这一刻欢乐的时光 这家位于台北内湖的亲子坊 是一间专门提供婴儿游泳教学的运动空间 创办人小白老师当初为了帮宝贝儿子找寻适合的游泳课程 却意外开启他的教学之路 创办了专业亲子游泳教学中心 我们的课程其实是从规划0到5岁的孩子 都可以下水去做这个游泳的学习 那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三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是用一种亲子一起学习的方式去做教学 就是亲子共游 那因为其实这个年纪的孩子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安全感 衣服感跟自信心的发展 游泳更特别是因为游泳这个很特殊的元素在教室里面 那宝宝会更需要去找他一个很有义父的对象 就是主要照顾者来陪他去完成这个活动里面 给他的所有的训练跟任务 而针对三岁以上的教学则是循序渐进 尊重孩子的意愿 在没有家长的陪同下 由教练带领宝宝独自下水上课 其实不同年龄层的孩子 我们所要注意的重点会是不一样 那当然就是说小宝宝 我们会用比较轻柔 比较温柔的引导方式 那孩子越来越大 他的肢体能力随着越来越好的时候 孩子需要给予更多的自由度 那所以大孩子我们会鼓励家长 越来越学会放手 然后让孩子有更高在水的自由度 去享受这个水里面的福利 然后去自然地学习 小白老师拥有国际专业 亲子游泳教练症状 他沿用英国教学系统 在台湾打造一个国际STA认证的 婴幼儿游泳中心 教练团队也都具有合格症状 即接受过CPR与紧急急救处理训练 提供一个安全的教学环境 我们最好的在水里面给孩子的福具 就是家长的双手 所以当我们前期的课程 很多基本的手势 就是在训练家长的双手 很自然很流畅地在水里 带孩子去变换动作 那孩子越来越大的话 就是说我们的难度会加高 然后我们活动的设计的游戏 趣味性也会相对地更高 然后让他觉得很有趣 一直去重复去挑战他自己 教练透过不同的引导方式 藉由重复的训练将孩子反射的本能 转换成水中的技能 带领宝宝认识水中福利 建立水中自信 进而达到独立游泳的目标 对那上课的话 我觉得就是会照小朋友的状态下去做调整 因为可能每一堂课都不一定是 就是大家都是同一个进度 就是大家进度不一样 可是教练不会强迫他 就是一定要达到什么样子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上起来就是很轻松 然后他也玩得很开心 然后也可以消耗他的体力 对啊 在这边就是环境上面都还蛮不错 那至于老师的话 那么他们都就是会教我们 要一步一步慢慢的来 那么就是很细心的教 那么教的动作我们也都蛮能够适应的 因为我们想要让家长到一个很正确的观念是 孩子来做这样子的拥有的学习 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说 他今天可能踢了几次脚 潜了几次水 我们很重要的是 我们每一次都能让孩子在水里 是一个happy的状况 他是快乐的来跟快乐的离开 这才是在建造他好的水中经验 而这样子水中经验的累积 也决定了这个孩子 多早可以学会游泳 多早能够达到独立游泳的这个目标 半透明设计的游泳池 水是100公分 水温全年维持在33到34度 使用无律的洋里子消毒杀菌 水质的管扣完全依照饮用水的标准 不但让宝宝游得开心 也让家长安心 另外这里也提供设备完善的沐浴更衣空间 以及休息区 二楼还规划各种适合孕妈咪课程 以及小宝贝安全玩乐的运动空间 提供一个无压力的学习环境 很多本来就怕水的家长 也因为看到自己的孩子 可以潜水了 可以潜游了 他也逼着自己进步 甚至自己也愿意潜下水去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 跟孩子一起投入加入这样学习的行列 然后一起去进步 小白老师用爱与尊重的方式 带领亲子建立亲密而且健康的依附关系 看到他们共同投入学习而产生的美丽互动 是他持续努力的动力 期望更多人能够认识亲子游泳这项运动 一起跟着他们的脚步 共同探索水中的乐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